来修一台笔记本 这是一个华硕的ROG败家字眼 这台电脑到我手上算是三修了吧 机主在其他地方修过 但是没搞定 然后送到我们这里来 到我手里 算是第三手了 因为这个电脑在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修过 它修开机了 但是还有问题 这台电脑最开始的问题据机主描述 说是清了一次灰 换了个硅枝然后就不开机了 然后我们的同事给他换了一个南桥 现在是可以点亮了 也可以进入BIOS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进不了系统 以及在BIOS里面识别不到显卡 进入BIOS界面是正常的 各功能都OK 键盘鼠标什么的也都能用 但是唯独是识别不到它的独立显卡 这台电脑真的是一波伤子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清灰 我还以为是颗料件了 没想到这么麻烦 像鼠标接了个USB鼠标是可以正常操作的 CPU可以识别到 但是唯独这个显卡 没有 然后如果是给它接了一个硬盘的话 它也是不能进入系统 接了硬盘可以点亮 当时会一直卡logo 就停在这个界面 就没有然后了 就一直卡在这里 也进不了系统 也进不了BIOS 非禁止界面 就一直卡在这里 键盘40 鼠标40 没有任何动静 如果不插硬盘的话 接个 系统PE 这个USBPE 也是可以点亮的 可以显示 也可以读完进度条 但是读完了进度条之后呢 也是一样 就卡在这里停在这里了 PE进不去 硬盘的系统也进不去 我们的同事堵了一个南桥 但是换完之后还是一个鬼样子 那我呢 仔细检查了一遍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仔细观察了一下 排查了各个供电 全部都正常 整张主板也没有看到哪里有掉进的痕迹 屏蔽了独立显卡 也还是一样 BIOS刷了好几个 都是一样的 那就真的没招了呀 于是乎我决定 赌一把 CPU 把板子架上焊台 准备给它换一个 CPU试一下 这个CPU 我是已经准备好了 i7 9代的处理器 换了CPU还不行的话 就真的没办法了 CPU给拆了下来 这CPU底下也比较干净 没有看到明显的腐蚀痕迹 按道理来说 换个硅脂怎么能换的这么严重呢 换完CPU之后 再来装起来测试一下 所以修笔记本 没有那么多高大商的测量 测量 查电路 仅仅是只针对供电时钟复位 像今天的这个故障就没地方可查了 换完CPU之后 再来看一下能不能进P 漂亮 终于可以看到Win10的转圈圈界面了 哎呀我这个电流表可能功耗太低了 带不动 没事 可以转圈圈就行 看一下系统盘 能不能进系统 可以过 ROG的logo nice 可以正常的加载系统了 我这个电源太拉了 这个电脑功耗比较高 电源完全带不动啊 没事 给它整机装起来 终于可以正常开机了 这个硅脂给它加了呀 蓝桥CPU都加G了 进了系统之后 CPU可以正常读取 还好显卡没出问题啊 RTX2080的显卡 看这个窗网还可以和小键盘来回切换的 这个创意不错 系统呢 各功能都正常 跑分也都OK i7 9代的处理器 RTX2080的显卡 这个配置 很高端了 这边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